富有诗书七字华,你好,欢迎来到每日一书 提到地球上的灭绝物种,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不是恐龙呢? 科幻那篇《侏罗纪公园》就讲了一个恐龙复活的故事 有个丧心病狂的富豪,一心想复活,从地球上绝迹了6500万年的恐龙 不惜重金招揽一大批遗传学家,利用琥珀里远古蚊子的血液来解码恐龙的DNA 重新繁育恐龙,打造了一个恐龙的主题公园,酿成了很大的灾祸 估计你会问,科幻电影里天马行空的脑洞,真能在现实里落地吗? 畅销作家本莫兹里奇用《又见猛马像》这本书回答你 复活恐龙虽然是异乡天胎,不过复活另一种史前巨兽猛马像 却不仅仅是理论上存在可能性,而且美、中、韩、日、俄几国的科学家团队早就开始行动了 还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人类就能在猛马像随处可见的主题公园里玩耍和长大 复活猛马像已经成为了当今生物基因技术领域的热门项目 全球好多国家的科研团队都为此抛洒了大把银子和精力 但由于比较严格的保密要求,科学家在接受采访时大多语焉不详 不会向公众道出太多干货 不过呢,哈佛毕业的作家本莫兹里奇 却凭地利人和掌握了一手丰富的现实素材 它结合了项目参与者的回忆、日记、文档和新闻报道 采取多位当事人的不同视角 创作了《右键猛马像》这部纪实体小说 生动还原了复活猛马像这个伟大项目的真实过程与细节 其中还包括许多基因技术相关的伦理探讨 接下来我就为你详细讲述本书的精彩内容 今天我的讲述主要分三个重点 也可以总结为是三个问题 第一是,导致猛马像灭绝的真凶是谁 第二是,科学家为什么要复活猛马像 这样做意义何在 最后一个问题是 科学家们在复活猛马像时具体怎么操作的 那么首先,我来为你分享本书第一个重要内容 猛马像为什么会灭绝 听到这个问题,稍微有些生物式知识的朋友肯定会抢着说 我知道啊,因为地球最后一次冰河世纪造成的自然环境巨变呗 这个答案没有错,但只对了一半 事实上在冰河世纪到来后 猛马像虽然数量极致减少 但它们体内也逐渐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血红蛋白 这种血红蛋白哪怕在零下60摄氏度的环境下 依旧能够保持活力,持续提供氧气 另外,猛马像的红毛、短小的耳朵和尾巴也可以减少散热 抵御严寒,这就使得它们扛住了恶劣气候的考验 而地球上最后一批猛马像的七只地 就在北极圈内的永久性动土地带 也就是北西伯利亚与北美地区 但是,大约6000年前 天生异象,气候陡变 地球的表面温度开始上升 在远离俄罗斯海岸的弗兰格尔岛 四面的水位升高了足有50尺 把小岛从大陆隔离开来 生活在这里的猛马像意识到 自己被困在了资源有限的岛上 为了摆脱困境 就选择在最严寒的季节冒险度过冰桥 谁知事与愿违 他们永远消失在了迁徙的途中 而留在岛上的却幸存下来 虽然为数不多 但至少有近千名成员 当其他象族都灭亡后 弗兰格尔岛上的象群 又在这里继续存活了将近四千年 直到有一天 他们遭遇到了一种嗜血的顶级掠食者 那就是大量被遗迁的人类 人类不像普通的食肉动物 不会需要什么才捕猎什么 而是肆意滥杀 直到至今约三千年前 人类杀掉了最后一头猛马像 是的 当人类拒绝与环境共生共存时 就会导致不可避免的灾难性结果 到现在 科学家估计 已有超过五十亿个品种 在地球上灭绝 而人类毫无疑问加快了这个进程 仅仅过去的四十年里 地球就消失了一半的生物 而且据估算 每年人类的活动 直接导致了超过一千个物种灭绝 如果再不采取有效的措施 还会有四百三十二个品种 濒临灭绝 这真是一串吓人的数字 也是个糟糕的消息 既然我们知道 人类是导致猛马像灭绝的真凶 那接下来 我就讲讲本书第二个重点 科学家复活猛马像 到底有什么目的 其实对于这个复活计划 是会各界有不少嘲讽的声音 有的科学家不客气地指出 这是一种炫技行为 好奇心驱动人类科学的进步 既然人类干了不少 加速物种灭绝的事 现在又对消失的物种充满好奇 那么通过现代基因技术 就可以沾沾自喜地证明 自己不光有能力消灭物种 还有能力复活它们 也有些反对者认为 物种的灭亡是正常的自然现象 猛马像在生物进化链上的地位 已经足够清楚了 人为干涉生物界的自然淘汰 就违背了自然规律 所以复活并不具备积极的意义 在这我就要提到这本书里的主人公 哈佛大学顶尖生物学家 乔治丘奇了 他可不是一个虚构的人设 这本书里写的故事都是真实的 乔治丘奇是 蒙马像复活计划的主导者 他和俄罗斯科学家 谢尔代·齐莫夫 打算携手推进 复活蒙马像这件事 他们做这件事 不是为了满足一种情怀或自恋 而是希望通过复活蒙马像 来拆除一颗 危及人力存亡的定时炸弹 这话怎么说呢 我要为你解释一下 北极圈四周的永久性动土带 横跨亚欧美三大洲 厚达11英尺 绵延数万里 但是动土层内部 并非只有冰和岩石 更含有数量惊人的有机物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 动土开始融化 里面冰存了几千年的微生物 逐渐醒来 开始分解土壤中的有机物 并释放出温室气体 也就是二氧化碳和甲烷 如果这种情况得不到控制 就会形成循环释放的过程 二氧化碳会不断被排入大气 让动土层继续升温 进而释放更多碳 最终 从动土地带排放出的碳 会比焚烧地球所有森林产生的碳量 还高三倍 演变成一场灾难性的毒气洪流 让整个地球陷入毁灭性的窒息 近几年从航天卫星传感器中 获得的数字表明 北极动土地带变暖的速度 比世界其他地区高出两倍 只需短短几十年 基盖四周的海滨 可能就会在某个夏季全部融化 可见生态系统中潜伏的定时炸弹 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不过在齐末夫看来 人类仍有机会控制这种恶性循环 只要采用一种时光倒流的做法 就是让动土地带 恢复到两万年前的牧场生态系统 那时候 动土带长满了苔藓和地衣 到处是茂盛的高草丛 食草性巨型动物种类丰富 族群庞大 数量极多 从马到驯鹿 蒙马巷等 会在觅食 找草 啃草的过程中 不断踩踏和翻根大地的表层 把泥土掀开 让泥土长时间暴露在寒冷的空气里 从而让脚下的土壤长期保持冰冻状态 为了让倒计时期慢下来 齐莫夫在俄罗斯政府的支持下 圈定了西伯利亚切尔斯基地区160平方公里的洞土 建造起一个公园 他把陀路 亚库塔玛 芬兰逊路 北美野牛 麋鹿 摄香牛等动物 晕到这里圈阳起来 并且用拖拉机 打装机 推土机 甚至还收购了一辆二战时期的坦克 来模仿巨型动物的行为 在雪地里凿洞 敲碎岩石和树木 翻起第一和苔显 用坦克齿轮的重压 模拟蒙马象提对地表无断踩踏的效果 通过近30年的不断努力 在这个160平方公里的保护区内 成功将平均气温降低了90度 这位俄罗斯科学家的收获 得了远在哈佛的生物学家充分的信心和理由 去复活蒙马象这个灭绝物种 他们相信 只要扩大这块试验田的规模 就一定能阻止涌动土层的退化 将我们祖先从自然中夺取的领地 归还给大自然 这么说就明白了吧 那么我们搞清楚了 复活蒙马象的意义 在于阻止地球环境的恶化 接下来 我想讲本书的第三个重点 科学家是如何去完成这种操作的 我曾在前面提到 复活恐龙是不可能成真的幻想 复活蒙马象却已接近大功告成 那么做出这个乐观预见的根据是什么呢 乔治秋奇告诉我们 从琥珀里的史前蚊子体内提取遗传物质来 克隆恐龙的想法 虽说挺有创意 但这样做需要完整的细胞核 恐龙毕竟已消失6500万年 没有任何遗传物质能存活这么久 DNA会受到宇宙辐射的侵蚀 或被土壤中的霉菌分解而彻底毁坏 目前发现的恐龙化石 非但不含任何遗传物质 更找不到可以用来进行基因测序的DNA 就更别提在实验室里克隆它了 将来也不会发现这样的恐龙化石 况且从细胞层面来讲 一直被困在琥珀中数百万年的昆虫 外形虽还保留着昆虫的样子 但本质和琥珀没有区别 早就没有任何DNA了 至于蒙马像情况就不一样了 2013年5月 一支俄罗斯探险队 从北极某个偏僻岛屿的冰层里 挖掘出一具蒙马母像的残骸 由于死亡时被快速冷冻 这具残骸处于未受损坏的状态 惊人的是 甚至还流出了新鲜的血液 与恐龙不同的是 蒙马像遗体至今可能只有几千年历史 秋奇认为只要提取到蒙马像的遗传密码子 就可以测出它的基因序列 然后通过合成技术 将蒙马像的基因移植到它的现代近亲亚洲像身上 再由亚洲像繁育出祖先蒙马像 那么具体原理是什么呢 把复杂深奥的科学术语翻成白话来讲 就是生物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都具有基因组 它们拥有特定的序列 而每种序列都会造成不同机体的不同特征 这些基因组有点像一串线性的磁带 可以分离和提取出来 它们既如同一种编马 也像你能识别的一串串字母 你可以对它进行剪辑和修改 改变它的序列 然后再把它重新放回细胞内进行培养 早在2003年 秋奇主导的人类基因组计划 就利用这种基因测序技术 完成了人类基因代码的分离和读取 获得了完整的人类基因图谱 于是2008年 纽约时报的知名科学记者 尼古拉斯韦德找到秋奇 询问他是否对解码史前生物的遗传物 这给了秋奇灵感 他大胆设想 即便DNA样本不是完好无损也没关系 只要能从中提取到一丁点正确的遗传密码籍 就可以通过基因序列 合成出一种已经灭绝的生物 这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克隆 而是一种创造 也就是说 并非从冷冻尸体上转移遗传物质 把死去的那头蒙马像复制出来 相反他要在培养敏中 创造出一头新的蒙马像 秋奇领导的研究团队 首先第一步 解码了蒙马像最直观重要的 四条显性特征的基因系列 那就是浓密的毛发 厚厚的皮下脂肪层 小而圆的耳朵 以及在超低温环境下 也持续释放氧气的血红蛋白 这些都保证了蒙马像能抵御 栖息地的酷寒 是其他现代大象不制备的独特属性 但第二步 他们却遭遇了一个难题 在细胞学领域 有个术语叫海夫里克极限 它是指生物体的普通细胞 可分裂或复制的次数非常有限 大概只有40到60次 之后他们就会衰变 然而干细胞是可以突破这种极限 无限次分裂 自我更新 始终处于不死状态 另外 干细胞还属于全能型细胞 也就是说 它们能自由转化成机体的任何部分 例如皮肤 毛发 耳朵 长牙 蓄红蛋白等 但棘手在于 用来植入这些蒙马像基因的 现代大象干细胞特别难提取 原因令人称奇 就是大象不会得癌症 这意味着大象基因中存在目前科学水平 仍难以测知的神秘遗传密码子 它让细胞很难发生变异 好在幸运的是 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奖的日本科学家 山中深谜教授发明的 诱导多功能干细胞技术 解决了这个问题 只要在普通皮肤细胞中 植入四个特殊的因子 就能把皮肤细胞转换属性 变为干细胞 第三步 敲锡团队原打算将植入了 蒙马像基因序列的兽精卵 注入现代亚洲母象的子宫内代孕生产 但从动物保护的伦理角度出发 逃避到大象是一种情感丰富的动物 这样做既增添了母象的痛苦 又无法为母象的平安负责 于是他们转换思路 决心研制人工合成子宫 或在宫外环境下来完成这个任务 最终他们在实验小鼠的背部 成功培育出了蒙马像的红色长毛 复活蒙马像的工作走到这里 尽管每一步都困难重重 但毕竟复活蒙马像计划 已取得决定性进展 剩下或许只是时间问题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分享的全部内容 下面我们回顾一下今天分享的主要内容 首先我们讲到 冰河世纪自然环境的激烈变化 加上人类毫无节制的肆意滥杀 使蒙马像在3000年前从地球上灭绝了 接着 在第二部分中我们讲到 为了抑制北极圈洞土层融化 科学家决定打造一个公园 复活史前食草巨兽蒙马像 利用它们的秘食行为来踩踏翻根地表 使洞土永不退化 而最后一部分则主要讲了 科学家利用基因测序与编辑技术 解满了蒙马像的遗传密码籽和基因序列 并将带有蒙马像基因组的诱导干细胞植入老鼠体内 成功培育出了蒙马像的毛发 毫不夸张地说 随着基因改造技术越来越普及 且成本越来越低 说不定再过几年 有人就可以在自家车库里扣龙小猪 或合成出新的细菌和生物 秋奇甚至已经考虑复活尼安德特人 或用人类基因序列来再造一个人 引起了渲染大波 有关的质疑之声及道德伦理探讨 依旧如火如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灯